估计很多小伙伴熟悉像泰晨蓝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他在网络上大肆炮轰周星驰的缘故 2014年8月一篇 为什么这么多人黑周星驰 文章拉开了像泰炮轰周星驰的序幕 虽然后面像泰晨蓝不断的向周星驰发难 但星驰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即使后面娱乐圈很多明星开始站队 星驰也是无动于衷 从始至终都是星驰的粉丝 一直在默默维护星驰 可见星驰的影响力 其实作为香港娱乐圈的大街道 像泰晨蓝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 当年像华翔从第一眼看见晨蓝起 就对他深深着迷 并立刻和丁佩离婚和晨蓝结婚 之后晨蓝更是凭借极家的精英才干 又精于与人打交道的性格 成为像华翔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甚至合作伙伴 可以说永胜娱乐公司今天的成就 有很大一部分是向泰的功劳 像华翔这样的超级大佬 和晨蓝结婚三十多年 却一直被晨蓝管得服服帖帖 就知道他的过人之处和手段 更为关键是现在像华翔似乎越来越爱晨蓝了 看他看晨蓝的眼神就知道了 不仅如此 像泰也是捧红了很多明星 最让我们熟知的就是张博之 1999年张博之因周新池喜剧之王中有飘飘一脚 一举成名 但不久后 张博之父亲吴居勇 因替赌徒作保人遭黑道通缉 当时以玉女形象走红的张博之 被下江湖奸杀令 不过由于像泰在香港的影响力 他一手帮张博之摆平了这件事情 之后张博之投入向泰公司骑下 并从此进入他事业的全盛夕 更是凭借电影忘不了 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而关于李连杰 他更是与他一姐弟相衬 李连杰来往 香港都会住在相家 更会与像华强一家一起旅行 他们之间的有一针的超乎寻常 至于为什么 因为当年李连杰遭黑社会逼迫拍戏 其经纪人蔡子明正在街头被枪杀 就连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李连杰 害怕的不得不跑到北京逼崩头 而后来也是向泰帮助他解决了这些问题 可以说是拯救李连杰与水火之中 所以这些年来 李连杰喝串了很多向华强儿子向左的电影 正所谓大恩不言谢 人情只有慢慢还了 其实当年向泰还借过四千万 给刘德华摆脱破产困境 可谓是真性型 而值得一提的是年轻时候的 向泰也是美丽惊艳动人 当年他的美貌丝毫不逊于当红旅行 甚至在年轻时候的关之林面前 也是出色不少 不信可以来看看他们的合照 中间那位就是向泰年轻时候 不得不承认年轻时候确实很漂亮